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期取節目,我是Yammy 美國一個男人近日與我救了一個寶寶一命 被網友奉為英雄 神智獸除了救人一命,還救了自己人生 一齊去看看是甚麼一回事 事發當日,男子羅恩面試美國連鎖餐廳洗碗工職位 結束之後坐在附近長凳休息 誰知眼前突然發生緊急狀況 一個六十多歲的婦人把嬰兒車停在車旁 準備將疾孫跑進車裡 下一秒突然吹起一陣強風 把嬰兒車退向樓邊方向 婦人見證想衝上去阻止 反而重跌在地 多次想要爬起來又跌回到 指令眼白白目送嬰兒車越挖越遠 戰棍一發之際 羅恩在長凳道跳起來 快速衝去失控的嬰兒車旁 伸出右手及時攔截 順利救了嬰兒一命 幾秒後,又有另一個豪心男人出現 扶起跌坐在地的婦人 並和羅恩一起安撫激動的她 整段有緩過程被閉路電視拍下 很多網友都大讚羅恩是英雄 事後,羅恩受訪透露 八年前,女友意外過世之後 她就陷入低潮 甚麼都不想做 開始了無家可歸又失業的生活 直到最近,她才重新振作 重新和家人聯繫 積極尋找工作 羅恩沒多久後 順利給面試的餐廳錄取 甚至還有另外兩份工作要約找上門 包括由漆工和貨車司機 真是猴心有好報的實例 好了,今集講到這裡 多謝收看 掰掰